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来在海南乡亲 高瓦地形 高瓦什么地形呢 Headline 时代力量 这个党机器 操控在谁的手中 是蔡英文吗 电机博士 参选 时代力量的中央决策委员 会被排除在外吗 是劣币足粮币吗 OK 再来听一次 Headline 时代力量 这个党机器 到底是操控在谁的手中 蔡英文吗 电机博士 参选决策委员 会被排除在外吗 这是劣币足粮币吗 这个曾淼宏 电机博士 OK 是这样啦 我这一两个礼拜 我一直在跟我们全国的乡亲 以及时代力量 所有在外面的党员 的乡亲 大声地划啦 划出我按照正常的程序 也补交了党会 他们也认同我 报名参加了时代力量的中央决策委员的决级 现在是这样 然后我也提出我的证件 我最重要的证件 的目标 就是因为时代力量 有一张 因为他在2020年 今年年初的总统大选 他有拿到百分之五的政党票 而且得到政党补助 那这个东西是小事 百分之五的政党票 就取得了2024年的总统提名权啦 这个最重要啊 我为什么讲这个最重要呢 因为今年年初的选户了 我们台湾人很乱坦的 我们扛着民主的大旗 但是呢 我们没办法把台湾真正的 闲冷的人选出来呢 扶在台面上的 那两座 三座 都他们在那里搬槽 这两座 三座 划英文贾博士真骗子啊 国民党的 所以说我们倒不下的嘛 倒不下的时代力量有一张票 时代力量喔 因为时代力量串起的时候 是太阳花的时间 有了以前啦 从太阳花嘛 所以说喔 诶 上海中国是时代力量 那当晚的总统获 总统的提名权啦 那我们台湾人 想要选一个闲闲的愚能 我们对串文这个诈骗冠犯 三十六年的诈骗公安 那没人接受嘛 台湾现在空有一个 民主制度的选举权啦 但是呢 我们没办法透过 选嫌以能喔 这个机制喔 去选出我们属意的 欸 因为政党法 绑住了台湾人民喔 的选举总统的权力啦 这 形势比人强啦 只有时代力量有这张票 所以说喔 我就一直在喊 喊说呢 我要参与时代力量的 中央劫策委员的选举 然后透过中央劫策委员 15个人的副选里面喔 欸 后行耶 我当了党主席 那我就喔 那我就喔 在2024年 把台湾喔 目前复在台湾上喔 相对架牌 彭文正彭博士 童文心 童大律师 两个人喔 分别由时代力量喔 提出喔 这个 总统 以及副总统的候选人 刚好喔 男的跟女的搭配 哇 这个啦喔 男女搭配 这个 男女精衡 嘿 有够赞耶 真的有够赞耶 啊 结果喔 这个 这个 计划 赶不上变化 啊 没想到喔 时代力量喔 在8月21号呢 我就说到一个署名叫 时代力量 选举委员会的来信啦 他的内容 他写的这样子 苗红 你好 你以登记 参选时代力量 第二次的 决策委员改选之选举 然 因为有党员提出 你曾以 2018到2020年间 担任 台湾的 某某党的党主席 对你的参选资格 产生疑力 那根据 时代力量党员入党的办法 第十条 本党党员加入其他政党者 当然上司党籍 金查你2016 6月30号 佼佼党会加入时代力量后 其间无其余任何动作 我不是没有任何动作啊 因为我是感觉 老人很多啦 好 我很想看老人在那 在在想 因为年轻人嘛 年轻这个 时代 等待英雄嘛 我们这个 颏茶都一拨 我们不需要那样感想 让人家少年人去穿 我不是 没有任何动作 我是 因为我们老朋友 去人家关少年事 因为少年人是国家的希望嘛 我不是没有任何动作 我就是动作 所以说 只要没有离谱 我们都给他拍拍手 我们都给他安静的给他拍拍手 所以说 再来 并在于2020年8月17号 第二次缴交党会 而网络上有您代表 台湾某一个党 党主席的公开资讯 的确有加入其他政党之余力 为了确保您本次参选的党员资格认定 需请您切记切结书 本会将以投票权公布 由党员资格一例及本会处理方式之结果 故请您尽快回应 并签署切结书 以电子党寄回即可 以为您以本次决策委员补险之全力 谢谢 选举委员敬上 我一看 咦 他说我以前干摩摩党的党主席 要我签切结书 哇这个内容 这个切结书 我讲真的 因为我直接的反应 这个有问题 到现在 我切结书我都没打开来看 我直接反应 你看 乡亲啊 我只尤其 我们时代力量在外的 全国的乡亲党员 好好看看 党的机器 到底是操控在谁的手上 请我们全国乡亲 全国时代力量在外的党员 让我们乡亲大家了解一下 尤其是时代力量在外的党员 了解一下 我一看 好像是来势汹汹 吼 抓刀的来 抓刀的来 抓我这个刀 说我这位摸摸党的党主席 我马上就回 我思考一下 我马上就回信给他 我怎么回复呢 以下是我的回复 近期者 我还在网路上吹牛过 我是美国共和党的主席 甚至于我还吹牛说 我曾经干过 日本自民党的主席 党中央 你是否该认证一下 最前卫的 请到内政部 政党登记负责人 阿布拉先生 游先生处去查证 官方资料最准 所有的传言 网路上的传言 吹牛 都有一套查证的机制 但是啊 网路说的能算吗 对不对 曾淼宏博士 我就这样给他回到去 回到去 我要说的是 网路上面说的算吗 当初 当初 蔡英文 这个贾博士 这个事情爆发的时候 国内 赖信严 大法官 甚至大法官 刘铁针 都跳出来讲说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事实上 我们在做博士的修习过程 请你拿出 这名的证件 不是说 路人甲路人乙 像这种赖信严 刘铁针 当初的 这个政大法 法研所的 那个主任 现在的大法官 刘铁针 讲出来就算了 对不起啊 欸 赖信严也会说谎 可能会说谎 他或许不是说谎 但是呢 他可能也会被 被蔡英文闷到呢 啊 啊 刘铁针 这个 这个大法官 欸 他们跳出来讲 结果 事实这样子 一路发展 从去年发展过来 你相信赖信严吗 你相信刘铁针啊 所以说 好 欸 还我在讲啊 蔡英文总统的 LOSE的博士证书啊 欸 淘宝网买的 网路上买的 啊这样也能算喔 啊 我说他是 淘宝网买的 在三十六年前 是没有淘宝网 但是三十六年后 蔡英文绝对没有想到说 他以前买博士论文的那个厂商 已经跑到淘宝网在卖了 我是这样怀疑啦 啊 因为这三十几年来 网路的技术 资讯通信的技术进步到 让我们看清楚 原来 蔡英文那张LOSE的博士证书 有问题啊 现在我们甚至于 花一万块钱的新台币 就可以在网路上买到 哪一个东西 哪一个盖什么章都有的啦 OK 那么喔 好啦 网路说了算吗 那师傅龙 师傅龙 我希望你们大家都认识 师傅龙 在网路上搬过来再搬过去 搬过去再搬过来 这样子喔 你还当真啊 网路上的东西啊 我们有一套查证的机制嘛 你到官方 LOSE校部 校部他直接发文出来 直接针对 台湾蔡英文的事情 直接发文出来 那我们就行 LOSE的校长 亲自出来讲 那我们相信 现在是这样啦 LOSE 鄉亲都跟我讲了 这个LOSE是不是 是不是野鸡大学啊 我说喔 是不是野鸡大学喔 她说怎么会 蔡英文 你的博士证书 干脆把那三张 蔡英文的博士证书 直接拿去给 他们校部去检验 去验 一验就知道是真伪嘛 所以说喔 所以说喔 这真的说起来喔 会得罪到 我们所有 英国伦敦大学 LOSE这个政经学院 才好用呢 你怎么 嚼到没有一个好业啊 真的 我又说一个喔 网路上的东西啊 你如果不经查证啦 我告诉你 你要相信吗 当年啊 克刚的时候的林冠华的事件 林冠华嘛 这个校园婴啊 为了克刚的事件 挺不住压力 结果他喔 自杀嘛 自杀的时候喔 诶 当初我要号召 网路的人喔 大家去声援 诶 当初喔 要参与我声援活动的时候呢 我准备把喔 台湾的这面喔 民主党活动 有一面大棋 换在 蔡丁贵 公道门的那裡 那面大棋喔 展开来喔 长 幻喔 分别的20公尺 跟16公尺 整个中山南路都 打掉了呢 好啊 我就准备喔 我号召人民要走上街头 抗议克刚的事情 support林光法事件 结果喔 在网路上声援我的喔 说会到的 那万万的耶 好啊 好啊 哇啊 这个展高修电机博士喔 第一扁出旁喔 让我万万的来停耶 好啊 我欢迎了 好啊 好啊 中正一分级喔 就来和我说耶 中正一分级来和我说 他说喔 欸展高修啊 你喔 如果一万多年来喔 整个 那时候是 礼拜五下午呢 整个台北市街头最乱的时候 中山南路教育部前面 被你这样一搞的话喔 那整个交通堵塞怎么办啊 欸 曾教授 拜托一下我们要不要 到路边喔 啊我们再慢慢 我想16乘20公尺 这么大的 也就是 也就是 台湾的 大力渠 不把它展示出来 真的对不起我们鄉亲耶 喔啊我一个炒痕 好啊 中正一分级 来和我协调呢 好啊 我姿势很高耶 啊结果 时间搞啊 一万多人 网路上一万多人到 啊结果来了 八个 八个 最后勉强到了十二个 喔啊 中正一分级那个承办人喔 他跑来我身边 欸 曾教授 阿你的人呢 你的人 嬉壽 好啊我 哇 有浪費了 网路上说来一万多个 结果来八个 再加上我的好朋友 加四个 十二个 哇我 有浪費了 真的很不好意思 所以说 我的意思是说 网路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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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当成真理吗 能够当成真理 我们查证任何事情的机制 有查证任何事情的机制的方法 怎么弄 你就到内政部的 时代力量的选举委员会听 你就到内政部的政党登记负责人 阿布拉先生处 你去查证 你去查证 这个资料最准的 我只差 没讲说我是中国困难的总书记 习近平算什么 所以说 官方文件 不是网路上算了就算了 难怪你们这样算了 难怪蔡英文 网路上买的 贾博士的证件你们也要算 所以说 给你们参考 我今天在乡亲 乡亲现在又来说 曾教授 你8月21号 在网路上 8月21号 李拜五在总统府的呛响 那个标题上面写的 贾博士真骗子 总统府前的陈抗 你那个真骗子写你真秒的真人 人家会误以为 你是骗子 这个headline 这个标题下得太错了 我说你听 因为我是在手机上打字 打打怎么会跳出真骗 曾国藩的 曾变成 我要打 真真假假的 变成打成 曾国藩的 跳错字 我一时不查 那网友就说嘛 曾教授 殿基博士 像你如果是 真的是 骗子的话 那我跟你讲 总统府那一群人 那不是强盗 就是土匪 你了解我意思了 所以说我们乡亲来给他提醒 你8月21号的那个标题 打错了 曾教授 曾淼宏 曾教授 曾博士 骗子啊 你打错字了 那网友说啊 如果曾教授 是骗子的话 那总统府那一群 叫做强盗土匪 我听个话也是对 所以说 现在 我们再来 我 参加时代力量的 中央杰策委员会的选举 从头到尾 我就给我们乡亲 切断百度 说得清楚 就是为了 2020年 我去年 年代在爱 爱到大小子 说 李秀莲没办法联署通过 现在就要靠 台湾奔透这个时代力量 习永明 习主席 这张 他的英明 来决定 他这一张的选票 他这个总统提名人的选票 能够够 够 够 那时 台湾的老人 李秀莲和澎百姓的搭配 爱到大小子 爱到 他换气 习永明换气 习主席 习主席换气 让我心情感觉非常地沮丧 台湾人 没办法选出我们心目中 透过选前已能的民主机制 选出我们心目中的老人 因为我们知道 蔡英文是贾博士嘛 诈骗台湾36年嘛 起来以后呢 因为他喔 常年的诈骗广泛 所以说他上去所有的证件 发表全部喔 欸 我就说喔 台湾人 你如果再挺蔡英文 你就是卫虎座昌 真的是 著作为虐 你看看 他在那里发 发说 我们喔 这个司法改革啦 啊 转型正义啦 我们怎么样 说整个拖子 有做嗎 啊 说了整本机啦 做不到一档枝啦 啊 真的台湾人喔 行事呢 真的行事喔 厌不凶呢 所以说喔 想啦 时代力量 习佑民这种票喔 去年年代 没要杀出来 让我们台湾人赢 好 如果赢了以后 这些时代力量 都起来 穿起来 不一定喔 把这些所有的名嘴 全部撒下去喔 这YouTube上面的客观的名嘴 这样撒下去喔 欸 到底是民进党会赢 还是实在力量会赢 那还搞不清楚呢 但是在那个历史的抉择上喔 习佑民喔 放弃了 总统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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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统提名选的那张票 欸 好 啊 最近一路过来喔 我再听一听一听一听 2020年 八月二十 一礼拜 8月二十号 欸 童文心喔 的童文城 喔 这 台台发入的 童文心童大律师 他就在YouTube上面就拼了 拼了 拼了说喔 8月二十号 请南鄉亲的帕 2020 0820 童文心的童文城 他就写了喔 当个聪明的交通部长 你所不了解的林家隆 那里面喔 喔 他就说到这厢策呢 说喔 这个 搜果案的案外案 怎么讲呢 习佑民家 被搜出三百万 林家隆七年 七年底喔 啊 习佑民就讲喔 习佑民就跟调查局的调查员讲 这是林家隆 七年底 私下给的 欸 啊 在那个七年底 那个节骨眼 林家隆 为什么会给他三百万 童文心就说喔 在这种 这么重要的结构 林家隆为什么会 莫名其妙给他三百万 那是不是 叫 时代力量的习佑民主席 唤弃 总统的提名票 让我们乡亲 大家要算就算没人了 夭壽啊 好 这童文心喔 在八月二十公这条 我听一下喔 全部返南大户了 原来喔 啊 你都在把我摸牌 台湾人几乎跪下来 拜托你提供习佑民 现在是分头去处理 可能喔 我怀疑啊 林家隆喔 拿三百万给习佑民 因为他跟他是学长 建宗的学长学弟 啊 没错 还说没错 这是他才 所以说 童文心 童大力师 他也质疑喔 在那个节骨眼上 你给他三百万 而且他把现金 习佑民呢 习主席呢 把现金呢 就放在家里的保险箱里面 哇 这箱捂出来 真的捂出来 所以说喔 我合理的怀疑啦 这三百万 就在疏通 因为我有在爱嘛 爱给我们大家的乡亲知道 说秦在只剩下 时代力量这张总统 选举人票嘛 哎 啊 林家隆说四三百万 你会给那个 给习佑民 啊 习佑民喔 就放弃了总统的提名 而且喔 就把他放弃掉 啊这喔 我们是合理的怀疑 我们这Post叫合理的怀疑啊 啊 童文心又跟我们说出来 是童文心先说出来 让我一路认上去 夭壽喔 台湾人啊 真的 这起死啦 真的起死啦 酸的时代力量喔 再来说嘛 我是一个电机博士 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够拿到电机博士的 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够拿到博士 更不要提说电机博士 我们电机博士的很多的本职闲能 我 哲苗 电机博士 我带着电视台的暖硬体 以及整个能量 我要积极参与 时代力量 中央党部 中央劫策委员的选举 我要积极参与党部 我没有说被拒绝啦 但是呢 被要求签署 却结束呢 下一步呢 就是要退出 中央劫策委员的选举 不让我玩下去 不让我 继续参与中央劫策委员的选举 这不叫劣币足粮币 什么叫做劣币足粮币 经济劫策币 这点研究作科技有哪个课呢 什么叫做劣币足粮币 讓我們鄉親參加啦 OK 所以喔 請我們時代力量的黨員 尤其我們鄉親 專攻的鄉親喔 拜託啊 幫我收票 這禮拜二到禮拜四 禮拜二凌晨就打開 禮拜四的晚上的十二點就關掉 這三天 二三四 拜託啊 你們把票 投給我喔 曾苗紅 曾博書 再來強調啦 因為喔 請注意我們周五 晚上七點鐘 開到喔 還要跟他搶車啦 真的喔 這個活動喔 我們再強調一下 這個活動沒有統獨 沒有藍利 只有是非 只問是非啦 我們只有一個問題 我們要只問你 揣一問 你那個總統 你這一個LSE 在倫敦大學政經學院的博士協會 真的假的 你如果有栽調齁 我帶你來龍山雞 我們要不要斬雞頭 我們喔 我們喔 我們不能夠欺負動物 因為動物都是森林喔 反正喔 你敢不 我們來照照的 我們來龍山雞 我們來酒爪 你如果 你酒爪 給神明聽 我曾苗紅 曾九十 我是真的博士 絕對不是鞋包 你敢敢跟神明說 你的博士是真的 我告訴你 你敢敢 現在七月開過面嘛 我們做的來龍山雞 我們來酒爪 那死贏 死贏 給神明說 給神明說 讓神明做一個猜策 喔 今天我們美東王艾然醫師喔 再來聯絡我 跟我們建議 說喔 知博士 你的口號號 喊 賈博士騙子 蔡英文下台 把下台 就是他希望我 他建議我 把口號改成喔 賈博士騙子 蔡英文下台 把下台换在最后 达到目标 我们的目标就是 蔡英文下台 这样最有力 再来第二条 他竟然我两条 在抗争的一个小时 全部都油滑法 会把你的嗓子弄坏掉 以后连讲话都讲不出来 我现在要开门了 我现在还要去上课 真的我完爱人医师 都有问我 我是坚任的助理教授 我现在9月1号就要开门了 我要好好把嗓子保护 不然的话 以后连上课讲话 都讲不出来就糟了 我想由参加者轮流汗 中间让他们有 自由发挥的时间 让他们有更强的参议感 不是吗 这个王爱兰医师 我完全同意 我遵照办理 所以说我们这次拜五晚上的抗议活动 乡亲啊 你有什么话 整拖拉股 一位想要说 来来来 别哭给你 我们大家轮流发言 轮流表达 好 不然我实际上 大家会发到老后 要以上 来 所以说每周五的下午 我们下午七点 请大家带着道记 或是贾博士真骗子的关东旗 大家学南韩 嫖景会的闺蜜们 大家一起到开道 呛声啦 请我们大家自备开水 呛完就散 下周再来 是这样啦 我们乡亲来给我们建议 说他要准备筹备委员会 帮我买便当 帮我花便当 帮我处理所有的垃圾 我也是感觉是这样啦 万人有总控 所有老板在那里 我就记得 所以因为我现在 在网路上 好早一万多的人 结果来配合 网路上的话能算嘛 所以说 参考啦 我们的主题 永远 我们的主要目标 现在看清楚了嘛 我们就是 礼拜五下午就是 贾博士真骗子 蔡英文 我跟我们王爱兰 医师给我们建议 贾博士 骗子 蔡英文 下台 我们的目标很单纯 所有的我们乡亲来的 都是 为了我们国家的未来 牺牲奉献 自动自发而来 我们的主要目标很清楚 至于其他的 获勤准备事宜 到时候 达到 一万的 两万的 十万的 我们再来处理 但是我们主要目标 就是这样子 以上 是我 曾淼宏 展教授 电机博士 针对 时代力量 你这个挡机器 操控在谁的所中 是蔡英文吗 电机博士 要参显你 时代力量的 中央 解册委员 竟然会被黑索 排除在外 那你是劣弊